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计师公告的彩合报告 我们发现 单单以教师人数最少的六十间大学 我们退估他投入的教育资源也比较少 也是比较可能会面临退场危机的 这六十间大学他们的学校的资产 就已经高达两千亿之多 这两千亿元这么巨额的这个校产 会回到我们的公共教育使用吗 会回到我们高等教育发展所用吗 抱歉不是的 我们已经发现在台湾107间的 私立大端院校里面 已经有16间 透过明定他们的均助章程 要排除假如要解散清算后 他的学校校产 不会回归到公共教育用途 总共有26间 也明定排除适用 不让他解散后的校产 会回归到地方政府重新使用 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关于公共教育资源到底会何去何从 是否会一流回私人的口袋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总共发现说大概有五种类型 那有前面四种类型是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第一种呢就是 是由董事会决议为之 那只有一间学校是完全的就是放任 让董事会开放决定说 他剩余的财产想要给谁就可以给谁 那这一间学校就是永达技术学院 那我们都知道说永达技术学院在今年的暑假 已经被教育部核定停办了 那他之后当然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转型计划 但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定 如果他转型未成 其实学校下一步停办之后的下一步 就是要面临解散 就是要面临清算 那清算之后 永达我们曾经就是去看过他的财务报表 事实上他在停办之后 他还有15.6亿 这样子高达15.6亿的校产 这15.6亿的校产呢 除了一开始是董事会 他可能捐资新学之外 其实是常年包括政府投资 包括学生的学杂费 常年累积而成 才有这样子十几亿的所谓的校产 但是按照董事会 目前就是永达的捐助章程 我们发现说 这十几亿的校产 居然在捐助章程里面的规定 是在没有任何的管控 没有任何管制 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之下 只有董事会可以任意的决定 他要怎么处置这份的财产 好 那第二种类型呢 是所谓的 胜与特定的财团法人学校 我们发现说 这107间学校当中 也有一间学校呢 是特别明定说 他要将他的胜与财产 他特别指定 他要回赠给哪一间学校 那我们发现这间学校是 马接护理专科管理学校 这样子 那他特别是 马接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他在他的捐助章程里面说 他的法人解散清算之后 他剩余的财产是要回捐给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捐资的其他的财团法人学校 我们必须要讲说 这个其实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为很明显的是说 他是这间学校等于是 他把他的学校当成企业在经营 所以当子企业经营不善 子企业的财产呢 可以回捐到所谓的母集团 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 学校在清算 解散清算之后的这个财产 这应该是属于回归到公共教育 是属于公共投资的一部分 而不是应该董事会他可以决定说 我要让这个财产继续的 回捐到我所谓的母集团 然后母集团再来看怎么分配使用 这等于是已经把校产当成私产再使用 那第三种是呢 他在捐助当团当中里面呢 他写说 他的学校在解散清算之后 他的剩余财产呢 是要捐赠办理教育文化 社福事业的财团法人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无害啊 因为毕竟他是捐出去 他捐到财团法人 而且呢是跟社福相关 跟教育文化相关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说 一再的强调 这个钱不是董事会个人的钱 不是他任意想要怎么安排 就可以安排 而且全台湾有多少的财团法人 光是教育部管辖底下的财团法人 就有八百多间 还有所谓地方政府管辖的财团法人 台北市文化局底下的 跟教育相关的财团法人 就有一百多间 我们合理的推估全台湾绝对有数以千间 这样子所谓的财团法人 那今天一间学校他在解散之后 他可以决定说他要把这个钱 捐给哪一个财团法人 我们要怎么去检视说 这些董事之间是否有所谓的利益交换的问题 那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交换 底下有什么样子的运作关系 事实上现在不论在法定上面 或者是在制度上面 我们是完全的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介入的空间 所以我们认为即便他是捐赠给办理教育文化社府的财团法人 其实这背后都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第四种呢是他在选项里面多了一种 就是他还是可以 他还可以捐赠给公立学校跟所谓的私立学校 看起来选项非常多 但我们觉得他的问题跟第三种的问题 其实是同样的 因为他在法条 他在捐赠章程当中 他并没有说是要优先捐给公立学校 他是说选项里面有公立学校 有私立学校 或者是有其他所谓的财团法人 在没有任何优先顺序的情况之下 这等于还是授权 让董事会他可以决定 他只要透过召开董事会 他能够决议要将这样子 可能每一间学校平均都有十几亿 或者是数十亿这样子的财产 他可以决定要捐给哪一个特定的财团法人 他可能不晓得是财团法人组织 他已经是有人捐钱捐出来之后 那么他在当年度就已经这笔捐款 这笔捐献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抵税 的优惠在那个地方了 他已经得到好处了 所以他这笔捐出来的这些钱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公共财 然后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也是一个公共财 是社会所有 是公共财产 是全民的公共财产 而不是这些财团或这些捐资的自然人 他个人的所有物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任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立学校 因为他就是一个财团法人 所成立的一个市立学校 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财产 他不是个人 也不是那个董事会 他可以自己决定的 教育部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 因为这些学校我们今天列出来26间 他们这个排除不让他们的财产回归地方政府 然后16间排除要回到公共教育使用 这都是教育部核准的 那我觉得教育部在做这个退党政策上 他似乎有个迷思 或者他至少对外的一种说法 他好像一再说 如果他不让这些私校董事 可以拿到一些利益 那好像就没有诱因让他们退场 所以他之前先是放出说 不排除让他们可以分走一些 直接回到个人的 那或者我想 今天谈的问题也这个表情就是说 让他可以自由选择捐赠给谁 那形式上合法 但是私底下可能有利益关系 我觉得教育部这样的思维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学校如果说 他已经是想要 这些校董是想要拿到利益 才愿意来办学 其实他本身就不符合 是捐资新学 好好办学这种态度 坦白讲对于这种不正办学 甚至他可能有些贪污腐败 教育部应该是要接管他们才对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 好像有一个威胁说 你本来拿到利益 我就要继续胡乱办校下去了 这当然是损害到学生的受教权 以及说教育员工的工作权 所以教育部在整个政策 退场的政策上面 不应该是在放任 让他们有任何可以拿到利益的空间 来做什么诱因 这种说法 是不正当的 应该是要回归到 既然当初捐资新学 当初你允许政府补助 税务补助 然后教育员工的投入 然后学生的学杂费 因为这么多的资源累积 还有社会大众的捐赠 这么多的资源累积在那边 它为的目的是 回归高等教育的办理的目的 那如果今天有的需要 OK 无法完成这个目的了 那这个资源应该回到 高等教育的使用上面 不是他们个人可以自己决定 我要捐给谁捐给谁的 那这个 要怎么回到整体的高等教育 这必然需要政府 统筹性的来 运用这个资源 而不是让师校董事 他可以思想收一收这样